新竹市政府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举办大型浸滩活动 号召企业团体以及学校一起来整理美丽的海岸线 还给海洋生物干净的家园 上周末举办的秋季浸滩活动有近800位民众报名参加 期望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心理 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不要乱丢垃圾,垃圾不落地 那我们为了这个维护我们海岸线 我们也发动很多不管公家单位和私人单位 来做浸滩的活动包括春季浸滩和秋季浸滩 我们一年至少会有两次的浸滩大好的活动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很感谢很多的公司航号 他们都有组成这个志工队 来不定期的来排到这个我们这个海岸线 不管是从我们南辽的北岸 然后一直到这个克亚西到延岗西到南港 这个海岸线都有不断的这个志工 一直投入这个力量来把这个沙滩把它整理干净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志工朋友的帮忙 今年新竹市已经累积5000多人次参与浸滩 这次还特别出动秘密武器网塞 在大家的合作下把隐藏在沙滩内的塑胶粒找出来 数量多到让参与的民众也相当的惊讶 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想要来浸滩 就是能为这个地球尽一分力 对啊 就是不一定要先可能可以先从你周边的习惯 就是开始少用塑胶费的一些 可能一些塑胶袋啊 或者一些免洗餐具 对啊 你这样子用过塞的方式来浸滩吗 所以第一次用过塞 但之前也有浸滩过 但是没有用过这种方式 对 那你这样子过塞之后 你发现里面的设色有什么 你会不会有点吓到 就是很多鞭炮 鞭炮的那个像这个 就是那种那个应该是拉炮吧 然后有一些就是 很多琐碎一些塑胶屑屑 对 那木头这是 这木头可能就是一些漂流木吧 但是还是塑胶类的居多啦 对啊 像这种各种不同颜色的 那大家知道这个夏秋之际 今年台风又特别多 海水在把这些废弃物带过来 那有一些是经过分解 所以就变成细细碎碎的塑胶粒哦 那我们的沙滩哦 其实常常是这样被污染的 那这些塑胶粒在进入到海洋的生物的肚子里 其实常常进入食物链 又污染到我们的身体 所以希望除了淨灘的活动 是其实是最下游的一个活动 上面来讲的话 应该是请大家哦 不要随手丢弃这些废弃物 尤其是宝特瓶跟瓶盖 更不应该分开哦 地球只有一个 塑胶在自然界中不会消失 但会随着时间分解变成微粒 若是这些细微的塑胶被鱼群吃下肚 最终有害物质也是回到人类身上 资源分类从你我做起 才能让地球永续的发展下去 凯博新竹陈若怡红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